距离火箭队揭幕站10月18号还有两个月的时间,火箭现在有的是时间来补强,现在他们的交易看似风平浪静,不过没哪一天,就突然宣布一个重大消息。 虽然我们不能乱猜,但是每一笔重大交易莫不如此,安东尼的到来将火箭队封线位置和进攻能力再度加强,可是加强的是进攻,防守能力当真下降了一个当次。 即便是阿里加上赛系,德西不仅在第七投食了9个三分球,他也仍旧是火箭队最好的外线防守球员,而巴默特的重要性和全面性更是不用多说,一个人能打5个位置,一年合同只有212万美元,防守汉将,三分射手,全能大闸。 巴默特与阿里加的离去,让火箭队外线失色不少,即使有安东尼这样的出色的分手到来,也不能弥补火箭队外线的损失,火箭先资空间依然没有多少,现在他们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搞定安东尼,其次就是把梅尔顿牵下来。 不过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莱恩安德森,一周前传出了很多关于交易安德森的方案,比如与老鹰队的交易,与热火队的交易,可是实质接运,这两个交易都没有下文了,更是由消息传出,火箭队已经中断了与老鹰队,关于安德森换贝兹莫尔的交易行为。 不过为了下赛季的总冠军,火箭队不会这么轻易就放弃的,要知道保罗的四年合同可能只有前两年超值。 等两年之后保罗三十六岁,那时候哈登发挥再好,即使在有巨星加盟,火箭队可能也没有能力去争贯了。 所以下赛季与下下赛季两年,才是火箭队争夺冠军的最佳时机。 莫雷不会浪费他们的,更不会浪费保罗已经不太多的巅峰状态,交易是必行的。 现在火箭队虽然没有交易的新闻传出,不过莫雷在昨天前下来自休斯顿大学的双门后卫罗布格雷,这就有很深的意义了。 大家知道,想要送出安德森,肯定是要搭上一些好处的。 哥德不能动,恰佩拉更不能动,周琪作为中国毒鸟,更是火箭队的当轰炸自己。 他背后有14亿中国人市场,周琪哪都不能去。 火箭队是他的最好选择。 所以想要送出安德森,一定是除了首轮选秀权之外再搭上年轻球员。 周琪不大可能,那爱德华斯或克拉克,这些没有证明过自己的球员,对方肯定不会要。 所以一切都只剩下了一个人,梅尔顿,安德森合同还剩下两年4100万,再送上选秀权外加梅尔顿,火箭队换取一个优秀侧翼的可能性非常大,尤其是针对运火队早就想要交易的詹姆斯·约翰逊来说。 火箭队送出的筹码非常有吸引力,先下邀请罗布格雷,顶替可能被交易的梅尔顿,这是莫雷的一招妙棋。